好,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這叫 aerobic restoration, aerobic,有養的,對不對 那如果沒養怎麼辦?那如果沒有養呢? 例如說我們在跑路的時候肌肉收縮很快速 那你的環系統無法這麼快的知音足夠的氧氣給你的腿 那可是你又得跑,那要怎麼辦?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生物,它如果就是分布在比較沒有養的環境當中 或者我們講更典型的少母菌嘛 像我們菌可以有養呼吸也可以無養呼吸,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說我們的肌肉可以有養呼吸也可以無養呼吸 但大部分都是要有養呼吸 那但是如果真的養不夠怎麼辦呢? 來,我們看一下養不夠的話怎麼辦 養如果不夠的話呢,就不可能產生水,對不對 我要把它擦回去了,我也不用跟你講 因為不是看影片,你轉回前面就好,對不對 那反向的話就要跟同學說,因為我要把它擦回來 所以其實養,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有養呼吸的狀態 是養肌產生大量的影片 大量的影片 那但是如果說我們沒有養怎麼來? 那如果沒有養的話呢,養就無法接電子 它就無法把電子搶來,所以就不會有水 那你想想看,這不是一元酸得到電子失去電子 得到電子失去電子的過程嗎? 那如果你沒有養,就表示沒有人搶 養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搶倒數第二個的電子 那沒有人搶倒數第二個的電子 倒數第二個就不缺電子 他就不會搶倒數第三個的電子 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沒有最後的電子接收者 就沒有辦法有人失去電子 就沒有人需要搶電子 那沒有人需要搶電子 那這兩個傢伙就沒有辦法把電子給丟出來 那所以沒有養,沒有最後的電子接收者 就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電子傳遞 那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電子傳遞 那你就沒有辦法產生剛剛那個大量的ATP 那沒有人電子傳遞的話會變成怎樣? 會變成這兩個還原心骨梅 竟然也沒有辦法丟出電子 因為沒有人要電子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再丟出這個電子 那他沒有辦法丟出電子來,表示什麼? 他沒有辦法丟出電子來,表示他就沒有辦法變回去 我們剛剛不是說他是還原性骨梅嗎? 所以他應該是怎樣? 來我們介紹的地方給大家看 他應該是怎樣? 他應該是在這一邊 是不是把電子給丟過來 他當然只有一個正好 他是不是應該要變回MAD症? 然後呢,整條來講 就是克式循環是需要MAD症的 克式循環需要MAD症來幫忙接電子跟接直子 然後他再變成MADH 然後MADH來這邊丟電子丟直子再變回MAD症再來進行克式循環 一樣的道理 FADH在這邊也是一樣對不對? 丟電子跟丟直子 然後呢 然後會變成FAD 然後FAD要用來推動克式循環 結果現在因為什麼? 因為沒有樣 沒有最後的電子接收證 沒有辦法去搶電子 沒有辦法有人需要電子 沒有辦法電子傳遞 所以呢,他的電子丟不出來 所以他的電子丟不出來表示什麼? 表示他沒有辦法變回這個 他沒有辦法變回MAD類區的FAD 沒有辦法變回MAD 沒有辦法變成MAD症跟FAD 沒有辦法變回MAD症跟FAD 表示什麼? 可是克式循環就沒辦法進行而已 對不對? 剛剛不是說 克式循環需要MAD症跟FAD嗎? 所以他就沒辦法進行 那克式循環沒辦法進行表示什麼? 表示以希腐梅A會被消耗掉啊 克式循環不是要以以希腐梅A為原料 就表示以希腐梅A 藉由克式循環會被消耗掉 那你現在沒有 那你這個以希腐梅A就一大堆 大家有學過熱沙特列的原理嗎? 就是你這邊一大堆反應就走過來 對不對? 你這邊一大堆反應就走過來 那如果你沒有聽過熱沙特列 或者你覺得 沒事講話去幹嘛 那就算了 他說以希腐梅A太多 那炳銅酸有沒有辦法再變成以希腐梅A 就沒有辦法 炳銅酸就沒有辦法再變成以希腐梅A 所以呢 炳銅酸就會在逆線子裡面大量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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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炳銅酸在逆線子裡面大量堆積的結果 就會造成外面的炳銅酸就沒辦法再進來了 炳銅酸已經太多了 外面的炳銅酸就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炳銅酸就會太多 就會堆積在細胞質裡面 那炳銅酸堆積在細胞質裡面 然後呢 然後多到一個程度之後 原本不會發生的反應也就會反應 這個也跟熱沙特列也有關係 不過沒關係 如果我們不管它 又把它想著炳銅酸它原本應該 進到栗線子裡面去 結果呢 基於我們剛剛講的 只是沒有癢而已 就整個塞回來 到最後細胞質裡面 就有大量的炳銅酸 無法進入栗線裡面 只是因為沒有癢而已嗎 那無法進入栗線裡面 讓炳銅酸怎麼辦 炳銅酸接下來就會被 細胞質裡面的酵素給處理掉 同時還會伴隨著 這個還原幸福們也會來幫忙 這個還原幸福們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 NADH 一起進來 然後跟這邊的NADH跟FADH 都一起開發電子嗎 那現在大家都進不來 它也就進不去了 所以它就留在細胞質裡面 那留在細胞質裡面的話呢 它會怎麼辦 它就會被不同的生物體內 不同的酵素 就會讓它走上不同的反應路徑 雖然說都是由它 還原幸福美來幫忙 但是重點還是有效率 因為它只是孵美而已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它會不會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什麼 例如說有一些植物或者是酵母菌 它就會把炳銅酸變成什麼 就會把炳銅酸變成酒精 然後再加上 那我們就把這個叫做酒精發酵 對不對 炳銅酸在細胞質裡面大量堆積 原本不會發生反應的反應 反應就開始發生了 那當然反應的發生 還是要有酵素來催化 那對於什麼酵素來說 所以其實就是由植物跟酵母菌來說 它們其實它們體內的酵素 就會把炳銅酸轉變成 像是一些乙醇 然後再乙醇那樣子 不管是化醇 它就會變成這樣 這是乙醇 這會喔 就是酒精 那當然炳銅酸 別是三個炭 再一個炭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酒精發酵 那對我們來說呢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的肌肉不咬呼吸 會產生什麼東西 我是喜歡加油不了 有人認為可以用加油不了 那我們的話呢 對我們來說 對這個動物 就直接寫了 然後還有什麼 對乳酸菌來說 對乳酸菌來說 會產生什麼 就是會產生乳酸 乳酸 乳酸是C2 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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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乳酸 這需要什麼 這個是乳酸 這個乳酸菌的意思 會產生乳酸 顧名思義 這是乳酸 然後這個是酒精乳醇 這個大家會不會 國中乳酸 還要再加上兩個炭 不要 我沒有 你看 這樣子就已經 跟這邊 一樣 你把炭跟氫加一加已經一樣了 所以只有酒精發酵 有氧化碳 乳酸發酵 沒有氧化碳 而且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們人類 乳酸發酵也有氧化碳 那乳酸農酷 你現在 你現在 乳酸發酵 腳會酸痕 跟乳酸堆積有關係 當然有人說 你如果太用力的話 跟你的肌肉 輕微大傷 沒有關係 那你這樣看 我們 如果 乳酸發酵也有氧化碳 那不表示會發酵嗎 發麵團 就是強調二氧化碳 釀酒 就是強調酒精 所以發麵團也有酒味 釀酒也會產生二氧化碳 都會 反而就是一起的 所以如果加過筋 或自己加一個 有人弄那個披薩餅乾 或者是弄饅頭 它其實會發 它會有甘甘的酒味 會有甘甘的酒味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乳酸發酵 我們就不會有酒味 你不可能跑操場 跑一跑 然後就全身三發酒味 不可能這樣 對不對 那但是會怎樣 會肌肉酸痛 就是乳酸的環境 你不可能跑操場 跑一跑 所以再發酒味之外 嘴才發起來 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呢 我講不了例子 是要讓你們記得 我們是乳酸發酵 乳酸發酵呢 是沒有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呢 我們才跟大家講到 有氧呼吸 氧在哪邊登場 在最後的最後才登場 什麼叫最後的最後 因為有氧呼吸包含幾個步驟 瞭解作用 刻式循環跟電子傳遞 那氧是在電子傳遞的最後 當作電子的接收者 那如果沒有氧 就沒有電子的接收者 就沒有辦法有效進行電子傳遞 就沒有辦法讓還原幸苦梅 變成氧化幸苦梅 就沒有辦法讓刻式循環進行 就沒有辦法消耗幸苦梅 就沒有辦法消耗氧濃酸 就會讓氧濃酸無法進到 立腺裡面的氧濃酸 開始在細胞裡面大量堆積 剛剛堆積的氧濃酸呢 原本的氧濃酸 會好好的進到立腺裡面去 現在沒辦法了 在細胞裡面堆積 在細胞質裡面堆積 這樣 這個細胞就會用 它裡面有的酵素 把這東西給處理掉 好 把它處理掉 那處理掉的話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分成 當然它應該還有更複雜 但是我們簡單就會分成 它又變成酒精的 或是形成乳酸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它有沒有敲到掉氧 沒有 它就是屬於一種無氧呼吸 那我們也把它稱為 Fermentation 就是發酵 發酵 發酵叫Fermentation 所以呢 我們問大家 這個有氧呼吸產生的 ATV總共有多少 總共是36個 當然有部分的動物細胞 可能有38個 我們一般都說36個 那是有氧呼吸 那無氧呼吸呢 在那邊 無氧呼吸會產生幾個 無氧呼吸只會產生兩個 那無氧呼吸產生的兩個ATV 你說 啊怎麼那麼少 有氧是36個 那療傷於無啊 對不對 二氧呼吸也不大 所以 有氧呼吸 氧多的話 完全燃燒 36個ATV 那如果沒有氧怎麼辦 那就只好無氧呼吸 產生兩個ATV 那誰可以告訴我 產生無氧呼吸 發酵作用的過程當中 產生的兩個ATV 是哪來的 就是那邊 躺進作用 對不對 所以前面都一樣 不管是有氧 還是無氧呼吸 前面躺進作用 都是一樣 好吧 大家就這樣講 這一節課講太長了 我希望大家 對於我們上次講的光合作用 然後我們把它做收尾 然後跟大家介紹呼吸作用 希望大家的 對大家的學習有幫助 拜拜